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吗 在中国 研究推广手语的职能最初由原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负责 1988年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 原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并入中国残联 该职能自然转由中国残联负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